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现在这场决赛已经开始了 第一位登场的是来自贵州的龚星斌 他的开把重量只有120公斤 120公斤 开把非常轻松 龚星斌因为他有腰伤还比较严重 所以他这次全英会的决赛 没有给自己预定一个特别高的成绩目标 所以他的开把重量只有120 他的停举开把是160 也是全场最低 在这场决赛之前 两届奥运会的冠军吕小军宣布退赛 三届奥运会的元老吕小军 东京夺冠之后 现在需要休息 所以他退出了本届全英会的争夺 随着吕小军的退赛 本场决赛就只剩下了15位选手 值得一提的是 这15位选手 此前都没有获得过全英会的冠军 那今天我们就可以一同来期待 谁将把握住这次机会 斩获这枚男子81公斤级的金牌 来自贵州的龚星斌 把自己的第二把的重量加到了155 他已经是放弃了抓举的后两把比赛 根据赛前的了解 龚星斌应该是抓举 只要120 停举只要160 只要完成这两把 他就实现了自己赛前既定的目标 马上将登场的是来自广东的莫昌旺 他的开把重量是145公斤 莫昌旺是1996年1月15号出生的 预赛排在了第五位 抓取成绩是156 莫昌旺的开把没有支撑住 杠铃稍微带的有一些过 反而有点过猛 从这场比赛的报名成绩来看 来自重庆的李大银 370公斤最高 除此之外 天津的00后的小将刘焕华 365排在第二 来自湖北的向飞扬是360 排在第三 向飞扬也是预赛的冠军 除了这三位选手之外 报名成绩350的来自陕西的本土选手 路德林也是值得期待的 这是来自湖北的颜明明 1999年7月8号出生 颜明明也收到了教练给他的信号 一定要大胆地做动作 这是他第一次站上全球会的决赛场 颜明明预赛的时候抓取成绩是162 所以开把成功之后 他后两把的加幅也会比较大 刚刚开把失败的莫昌旺 第二次试举145公斤 试试举145公斤 在支撑的时候 莫昌旺的右肘出现了屈身 这样的话 来自广东的选手 第三把 将破釜沉舟 这把杠铃带到位之后 在支撑的时候 莫昌旺右肘 稍微有一些松 他的第三把 依然是充满希望 因为刚才的第二把 感觉 这大部分的动作 都已经完成了 这来自贵州的龚星斌 他的第二把 是155 目前这个重量是爆上去了 他的开法是120 但是他后两把要不要比 还不太清楚 莫昌旺 在预赛的时候 他的抓取成绩是156 停举是195 15号是严明明 严明明的第二把 加到了150 这把需要胆量和勇气 没有问题 莫昌旺今天的开场比得比较惊险 当然他最终的第三把试局顶住了压力 145的成绩不能使他满意 但是最后一把也是考验他的一个心态 全场的抓局比赛 开把重量报名最高的是来自陕西的路德林 168公斤 李大营是167紧随其后 160公斤开把的一共是有四位选手 所以当开把的重量来到160的时候 比赛将会进入到抓局非常激烈的时刻 而想要进入到抓局的前八 重量最少要到158 来自湖北的颜明明 第二把加了5公斤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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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颜明明开场不错 两把抓局全部成功 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重裁对于这把没有意义 重裁对于这把没有意义 颜明明 第三把加到了153 来自湖南的唐健 马上登场 唐健是1995年6月28号出生的 他参加过2017年的全运会 当时砸锅了 没有成绩 这位选手的抓局最好成绩是158 在2020年全景赛的时候创造 今天唐健的这三把抓局对于他来讲很关键 因为他的停举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2019年的全景赛 他是总成绩和停举的两项冠军 在预赛的时候 他的停举成绩是198 是排在预赛停举的第二位 排在第一位的是来自湖北的向飞扬 200公斤 所以今天来自湖南的选手唐健 也是很有希望的 但是要尽可能的去提升一下自己 薄弱环节抓局的成绩 工心斌来了 工心斌来了 153公斤 他还是选择出场 加了33公斤啊 在预赛的时候 他的抓局成绩是155 夹准没有带到位 工心斌 这第二把的加幅实在是太大了 加了33公斤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他这场比赛的一个小的目标 就是完成120跟160的这一套组合 严明明 第三把上水瓶加幅不是很大 只加了3公斤 153 没有支撑住 严明明 预赛的时候比了162 今天整个的状态比较一般 所以也根据他赛前备战的这个状态 定了一个开把145 随后是150 第三把153 没有成功 公心斌的第三把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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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心斌 公心斌94年出生的 已经是这场决赛年龄最大的决手了 果然他只完成了自己开把的120 两把153 没有成功 公心斌 预赛是排在第13位 他的总成绩是346 接下来将要登场的是来自湖北的赵飞 他的开把重量是155公斤 这场比赛在160公斤以下 开把的选手一共是有9位 160公斤 即160公斤以上 一共是有6位 所以160像是一个分水岭 赵飞预赛排名第8位 预赛的抓取成绩是162 他的抓取看起来非常厚实的水平 2018年全景赛的时候 85公斤级 他抓取是165 获得了亚军 抓取能力是比较强的 虽然降了级别 但是在预赛的时候 他也有超过160的发挥 1998年出生的来自浙江的陆星宇 开把重量是156公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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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错 预赛的时候 这位小匠抓取三把全部成功 但是预赛是用 151作为开把 可能比这个数字 也是想跟自己的教练说 加几公斤 我们看到应该是刚才比了一个6 如果是 162的话 那就是这个意思 160 对 也是有这个含义 它的第二把加到了160 加了4公斤 来自重庆的张飞 开把重量是156 近两年的时间 它的抓取成绩都是在 156 157 比较稳定 三个小匠 最大的点 一路 一路 的 张飞的这把杠铃没有带到位 张飞对于他自己而言 今天的这个重量也是一个高开把 因为他之前都是用150 作为开把 因为他的抓取成功率比较高 所以他是低开高总 这两年最终的抓取成绩是157 156 但是今天用156来开把 也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去冲击前六 张飞的停举开把报名是199 我觉得对于张飞而言 可能第一个小目标是进入到前八 第二个目标才是前六 中国九州队是一支由着中国传统的队伍 新中国第一个创新世界系统的中国运动员 就是军中运动员陈靖汉 他在1956年上海执行的中华举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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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133分级的成绩打破美国运动员跟其保持的 五十六公斤行停举十一步 从1954年获胜金奥运动员开始 全力向上 刚才第一把没有带到位 所以第二把要全力向上 高起高带 第二把要全力向上 哇 这把不容易 张飞的这把156一开始有点带过了 但是他把这个重心给拽了回来 第二把156成功 这个时候重心稍微有一点点 向自己身体的左后 不过架子比较牢支撑住了 把重心给拽了回来 来自湖南的唐剑 第二把157 我会起来自湖南的唐剑 当然他们在现在迷派上 我会起来自湖南的唐剑 大便巴西 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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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 接着重心稍微浮动 三毛这边自湖南的唐剑 有了 唐剑可以用第三把去刷新一下自己的抓取个人最好成绩了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杠铃带的相当到位 班定康今天给自己的开把要的是158 预赛排在了第11位 他今天的停举是196 作为开把 停举不错 抓取的开把输最高开把10公斤 小伙的关键也是在抓取 广西选手班定康 第一把杠铃没有带到位 稍微差了一点点 调整一下 来自广东的邓华 2000年4月1号出生 2019年的二清会 他是获得了男子甲组81公斤级的冠军 总成绩是346 这把撑住了 撑好了 这把撑住了 冠军 2019年的时候 青年的比赛 总成绩是346 御赛的时候 邓怀也是比了一个346 所以我相信 346这个总成绩 是他想在今天决赛场上去突破的 班定康 只要调整到位 这把158就没有太大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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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往前走了 都可以收住了 在接近到局中台边缘的时候 收住了 男子81公斤级 抓取的世界记录是由李大银保持的175 175是在2021年的亚锦赛 李大银创造的抓取记录 停举记录是由李小军创造的207 2019年的市井赛 当时李小军是抓171挺207 总成绩378 在那一届市井赛上 李小军是创造了停举世界记录和总成绩的世界记录 好 来看张飞的最后一把 159公斤 三公斤 还有一位 两位 好 是 张飞有这个特点 他可能也是身体上存在一些伤病 所以他的左右发力并不是很均衡 但是重心稍微往左一点没有关系 他能够凭借自己强大的身体能力给拽回来 整个重心两把都是靠左后 张飞抓取成绩159公斤 三把成功两把 状态在一步一步变好 1998年3月4号出生的来自湖北的向飞扬 也是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要重点关注的选手 因为他是预赛排名第一 总成绩是365 预赛的时候他六把成功五把 106 二半 四半 二半 衝住 这个动作很漂亮 但是稍微有一点点带过了 感觉发力没有任何的问题 一开始的时候 他稍微有一点点带过了 重心往前拽 没有拽回来 这个时候是一直在跟重心做对抗的 力量没有问题带过了 需要控制一下 来自四川的罗重阳 罗重阳在2020年全景赛的时候 抓取成绩是165 这个也一样 也是带过了 有点兴奋 就要收一收 其实在兴奋的状态之下 或者说比较紧张的状态之下 都容易出现一把带过的这个情况 就是发力没有掌握好 就是发力没有掌握好 刘焕华 来自天津的小将 2001年8月20号出生的 今天他的抓取 开把重量是160 停举全场最高200 目前这个级别的全国三项青年记录都是由李大银保持的 抓取171 停举204 总成绩375 小将如果今天发挥正常的话 是很有机会站上领奖台的 他的上肢力量非常强 刘焕华他的这个专项课啊 平时能够练到160跟200 他赛前练的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整场比赛年龄最小的一位选手 率先在抓取比赛当中 举起了160 目前是排在第一 来看江斌的开把 江斌来自安徽 96年5月15号出生 江斌在2019年世界杯的市场上 男子81公斤级 他当时是23岁 抓起来了155 获得亚军 挺199 总成绩是345 排名第四 以前也进入到过国家队 现在全场的抓取比赛 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 分别是陆德林跟李大银 赵飞的第二把160 6 16 第四 抓取比赛 已经过半了 还有俞亮 感觉这个160举的比较轻松 相当中 显示 现在我们场上的选手 一共是有三位选手 现在还有 对 有三位选手将要挑战160公斤的重量 这是来自浙江的陆星宇 他的第二把 现场的加重员正在调试杠铃片 消耗了一点时间 好了 杠铃片已经 已经调试完了 160 这把发力点有点过早 就过早发力 所以他这把根本没有带到位 在跨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是一个发力点 陆星宇刚才这把还是因为力量小了一些 所以没有带上去 向飞扬的160 他的开把160没有成功 没有带上去 没有带上去 又有点悬 不过向飞扬也是在一点一点的去控制 举重比赛 举重比赛 一把带过了第二把特别容易带不够 就是杠铃前掉 所以控制也需要一点一点的去控制 向飞扬的这把也比较悬 不过他的整个抓举动作看起来很漂亮 预赛的时候抓165 今天由于开把失败 所以向飞扬也损失了很多的成绩 他的第三把选择了168 加了8公斤也是比较冒险 其实按照常规来讲 向飞扬肯定是160 165 168 由于开把没有成功 所以就跳过了165 来自四川的小将罗崇阳 前两把160公斤 赤举都没有成功 罗崇阳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可以供他去调整 因为唐剑跟陆星宇的第三把都是160 要在他之前出场 希望罗崇阳能够利用这两分钟的时间 把自己调试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面对他的第三把 唐剑前两把153跟157全部成功 就一直在那边 对我感觉们感觉 找不到 是 屎队 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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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是 大 那他 唐健今天比的不错 提升了两公斤的个人抓取最好成绩 很开心 在这种大赛的赛场上 很难得三把全部成功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他的停举比赛希望能够延续 来自浙江的陆星宇 第二把没有带到位 杠铃前吊 还要再往上带一带 哎呀着急了太着急 第三把对于陆星宇来讲才是最遗憾的一把 你看他这个动作 带到位了 但是身体 就重心 自己主动赢前 着急起身 导致 这把杠铃没有支撑住 陆星宇整个反应出来的还是一个心态 罗冲阳 祝他成功 被雨下的 还需要 邮 拼 就是这个时刻 你必须要有一种 我一定能够把这把给举起来的信念 这种信念才会帮助你去克服那种压力 罗重阳第三马160公斤成功 现在全场已经有六位选手 已经举起来了160 邓华的第二把161 有了 邓华此前抓取最好成绩是158 他今天用158 此前的最好成绩来作为开马 开马成功之后第二把举起来了161 提升了自己的抓取成绩 小将刘焕华今天开马160 比较轻松 上肢力量比较强 他的抓取动作握具也比较宽 支撑面比较大 刘焕华是2001年8月20号出生的 今年只有20岁 20岁的他在这次全运会决赛的赛场上 是很有希望站上领奖台 停举全场最高开马200公斤 停举全场最高开马200公斤 刘焕华的这把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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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没有支撑住 只有这一个问题 其实他的整个高度带的足够 不过第三把163 这依然是值得期待的 先来看江斌 第二把163登场 现在场上还有五个163 将冰前两把开的都非常漂亮 今天状态不错 这是来自安徽的选手 将冰在预赛的时候是抓160 2020年的全景赛抓163 预赛只排在了总成绩的第九位 半斤康的最后一把 163能够帮助场上的选手进入到抓局的前八 在过了 没有支撑住 双星 准备 出锦 赵飞这把163 没有充足的力量作为支撑 所以他163的杠铃带的高度还差了很多 现在还有两把163 邓华跟刘焕华都是最后一把 这场比赛抓举 我们这13位选手 跟李大银和陆德林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 12位选手 全部比完抓举比赛之后 陆德林跟李大银才会登场 如果这开把重量不变的话 登华的第三把 163也没有撑住 现在163的失败率相当高 我们在这段时间看到了很多选手都在挑战163 但只成功了江斌的一把 目前来自安徽的江斌 凭借第二把的163是排在第一位 刘焕华这把163的希望很大 这把结束之后来自重庆的 哦不对 这把结束之后是江斌的165 带到位 他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啊 刘焕华整个的上臂 包括他的核心 力量优势很大 重心给拽了回来 他其实这两把163都稍微有一点点带过 所以带过了就不是缺少力量 力量加的有点满 这把163都根据刘焕华的水平 第二把就应该起的 比较遗憾 也损失了一定的抓取成绩 江斌 第三把165 他的今天他今天的状态不错 第三把加了两公斤 向飞扬把第三把降到了166 他本来要的是168 江斌 江斌的165没有支撑住 这也是他以前在赛场上从来没有举出来过的这个成绩 就165 但是163 他在2020年全景赛的时候 是把这个成绩给抓起来了 由于向飞扬把自己的第三把降到了166 所以抓取的13位选手全部登场完之后 李大银跟陆德林的抓取比赛才会出场 这两人也将会直接展开正面的对抗 先来看向飞扬的最后一把166 这把结束 李大银就登场了 撑下来了 给大家看 张敌 你让一把 准备 可惜了 刚才他在举重台上的时候 教练一直提醒他要带好 向飞扬今天的 其实第一把跟第二把都是带的有点过 李大银来了 随着李小军的退赛 其实这场比赛冠军强要力的争夺者是李大银 李大银是目前这个级别 世界抓取记录保持者175公斤 这个成绩是他在2021年亚锦赛的时候 抓起来的成绩 2017年的全运会77公斤级 他是以总成绩352 获得了第三名 他旁边是邵国强指导 亲临现场 助力李大银 这是一位98年出生的选手 李大银 李大银 二位 对 尤其宜 佛 李大银稍微有一点点紧 但银是在2020年的时候腰部受伤了 他经历了手术 从手术当中恢复过来之后 2021年的亚锦赛抓举破了世界纪录 然后停举 腰伤复发 砸锅了 李大银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希望之星 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的观众来支持本土的选手陆德林 1998年8月9号出生 他今天的抓举是167公斤来开瓦 降了一公斤 在现场观众的加油助威声中 路德林开把成功 路德林预赛抓168挺180 总成绩是348排在第六位 他的抓举能力比较强 但是停举能力稍显薄弱 他今天的停举开把是199 而李大银是198 全场最高刘焕华的200 由于李大银今天167没有开把成功 所以也损失了一定的抓举成绩 看他第二把 全 aren't going to be able to die 之后 这边在哪儿 小金 大呀小金 小金 大呀小金 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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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银今天状态感觉一般 所以他现在就很危险了 国际举联修改级别之后 2008年的世锦赛81公斤 李大银是抓168 2019年的世界杯 也是三项冠军 并且打破了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2019年的世锦赛抓171 2019年的这个世界杯 也是抓起来了171 今年的亚锦赛抓起来了175 所以今天的开马167 对于李大银来讲 肯定是在他能力之内的 目前陆德林是167排在第一 排在第二位的是来自安徽的江宾 刘奉华是排在第三 接下来 李大银将面临连续市局 也是他的最后一次的机会 其实他这场比赛是手类的一方 而其他选手是攻类的一方 本来这个级别 吕小军在的时候 吕小军的统治能力是相当强的 但是这场比赛在赛前 吕小军是退赛 所以我相信这位23岁的小将 这场全运会的决赛 他也背负了一定的压力 希望他能够战胜自己 打赛最后一把一定要顶住 连续市场 哇 成功 本来这把167是没有那么惊险的 但是大营的前两把状态比较一般 虽然李大营是98年出生的 但是他的世界大赛的经验也非常多 我相信对于一位运动员来讲 最大的考验应该是从伤病当中去走出来 这些年轻的李大营都经历过了 所以他的最后一把心里边相当有底气 167成功 现在全场的抓局比赛剩下了最后两把 路德林第二把170 因为路德林的停举要落后李大营不少 所以他最后两把的抓局 虽然是自己一个人的比赛 但是对于他的总成绩而言 也相当关键 路德林真的是被现场观众的热情给点燃了 第二把170公斤成功 后边这个粉尘飘飘 路德林在2017年全运会的时候 男子77公斤级 他是获得了第7名 2020年的全景赛 他的抓局是抓起来了171 获得了冠军 就他的抓局能力毋庸置疑很强 看看今天能发挥到哪 这个第三把也不能盲目的要 对于举重比赛而言 每一把都要相当的谨慎 从战术上来讲 从战术上来讲 路德林这个第三把不需要去瞄准 什么世界上的记录 包括全国的记录 他还是希望自己今天能够站上最高的领奖台 最稳妥的 他现在报了173 现在男子81公斤级的抓局比赛 只剩下了路德林的最后一把 173 这把如果能够起来的话 他将在平局比赛当中 率先就领先了李大赢6公斤 哇 现场观众的热情真的很高 哇 有了 路德林今天的抓局比赛 比得真的是很强势啊 三把全部成功 最终的抓局成绩定格在了173 第一名 战略抓局第二的是来自重庆的李大银 167 第三位来自安徽的江宾 163 接下来的停局比赛将会更加精彩 好 我们稍事休息 等会儿见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在陕西省 魏南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的现场 为各位带来第14届全国运动会男子举重 81公斤级的比赛转播 抓局比赛陕西的本土选手路德林 三马全部成功 带着领先李大银6公斤的优势 进入到停局 排在抓局第三位的是安徽的江宾 163 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停局的比赛 首先登场的是来自贵州的龚新兵 他的开把重量是160公斤 共青兵是一位下蹲挺的选手 他今天抓局跟停局的开把重量 跟其他选手的差距是比较大的 停局用160来开把 跟报名开把重量最高的刘焕华 是差了40公斤 但我们在抓局比赛的时候就讲了 他因为自己有腰伤 所以他有自己的一个小目标 能够参加这一次的决赛 对于他而言就非常不容易了 他是今天这场决赛15位选手当中 年龄最大的 不过也只有27岁 龚新兵的第二把加到了170 他抓局的比赛 开把120成功之后 第二把是加了33公斤 由于这个加幅过大 所以导致他的第二把跟第三把 都没有成功 路德林现在没有在做热身 正在调整 其实对于这位小将而言 就不能因为过多的兴奋 而消耗到他太多的体能 而进入到停局比赛 对于体能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速度往下车 能往之后 龚新兵的第二把170 因为这个重量还是比较小 所以他要面临连续试局 绿赛的停局成绩是191 其实还是不错的 他这把170也比较轻松 整个身体的核心力量还是比较强的 看他第三把怎么样 应该是肯定是要休息一下了 来自广东的墨昌旺 他的停局开把是175 龚新兵放弃了自己的第三把比赛 那这样的话 这个相对来讲 老将是以290公斤的总成绩 完成了他今天的比赛 96年出生的莫昌旺 预赛195公斤的停局成绩 今天是175来开把 结合他今天抓举的整个状态 所以今天的开把重量 要的并不是很高 很高纳的 tipos 在那边 啊 啊 啊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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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公斤 这个重量相信 在莫昌旺平日训练的时候 应该是比较轻松 能够战胜的一个成绩 但结合他今天的一个状态 感觉没有调试到最佳 抓举比赛也是捏了一把汗 前两把145都没有成功 凭借最后一把145 是排在了抓举的第14位 男子的举重比赛级别越大 这停举能够拉开的差距就越大 来自广东的莫昌旺 也放弃了他后两把的停举 今天第一是状态比较一般 第二我感觉还是身体里边有一些伤病 接下来将要登场的是来自湖北的赵飞 他的开把重量是180 今天用190来开把的一共是有五位选手 195级以上 一共是五位选手 191块分水岭 19390 准备 这把支撑住了 教练一直在提醒要收紧 就是腰背一定要收紧 在整个动作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在支撑的过程当中 腰背的整个力量是非常关键 赵飞的个人停举能力并不是很强 他的抓取抓出来的成绩是160 停举相对来讲比较薄弱 来自湖北的严明明 1999年7月8号出生 他的开把重量是185 抓取比赛比得一般 只有150公斤的成绩 预赛的时候他是排在了第七位 相信全会的决赛前八也是他的一个目标 但是现在他距离前八的这个目标差距还是很大的 只有停举三把全部成功 才会有进入到前八的希望 我们之后 你再有出现那 APP 结果 发演别发演 Shiv Í 他的这个翻站没有借到反弹 所以硬站腿部力量并不是特别强 不足以支撑他把这把站起来 也明明的开把185 翻站没有成功 把杠铃带起来 接铃之后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反弹 如果没有顺势接到反弹的话 就会对我们举重运动员的腿力要求相当高 所以在这个环节是有技巧的 但是这个技巧 相对来讲也比较难以掌握 李大营在刚刚抓举的比赛当中 他的状态比较一般 背水一战的第三把 抓起来了167 所以刚才我们的镜头近景交代到李大营 他现在正在思考 其实也是在让自己冷静下来 镜内有终于的西线华山 黄河 魏河 沃河 墨河 更换成绩 将会可以 这次全运会的口号 这次全运会的口号 就是全民全运同心同行 所以在竞技的赛场上 也能有很多凸显出我们运动员友谊的场景 严明明的第二把185公斤 连续试据 小江危险了 两把的停举翻战都没有站起来 第三把难度将非常之大 不过看他的这个表情 这场比赛并没有背负太多的压力 185的开把重量对于他来讲稍微有一些高 但是他也希望自己在全运会的决赛赛场上 能够取得突破 所以他的开把重量要得非常高 他以前的国内赛场上 从来没有停起过185公斤的成绩 来自湖北的赵飞 他的第二把是186 也在为严明明加油 这两位都是来自湖北的选手 这是热身区的情况 18块热身场地 其实今天男子81公斤级的这场比赛 通过15位选手报名开把成绩来看 今天报的开把重量并不是特别特别的高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男子举重的第一个比赛日 61公斤级跟67公斤级 这两个级别的选手报名的开把重量都是相当高的 所以当来到这个赛场的时候 就会感受到一种非常紧张的氛围 不过由于选手拼得过凶 所以在第一个比赛时砸锅的选手也非常多 严明明最后一把185公斤 站不起来了 非常可惜严明明在预赛的时候 他是用184来开把 那185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当时184开把开把成功 后两把都没有成功 其实到了停举的比赛 考验运动员最大的是他的体能 这个时候体能的储备有没有 严明明成为了今天第一位砸锅的选手 非常遗憾 队友已经退出了比赛 接下来将是另外一位来自湖北的选手赵飞 他的第二把186公斤 内橋三前准备就要是沙发 一路二把他的签積 在一起 四平之间 一路三把我看起来 索尤之后 三把我看起来 三把我看起来 一路三把速度 第二把我看起来 四平之后 三把他们看起来 三把这个赵飞 三把我看起来 三把这个态conf 趙菲的186接0没有接到 这个停举的比赛 开场的输率偏高 现在成功率是50% 接下来赵菲也将面临连续视觉 她的情况跟颜明明还是有一定的不同 因为赵菲的180开把成功了 所以她第三把186如果要不到的话 也仅仅只是损失了成绩 她这场决赛还是会有有效的总成绩的 目前的总成绩是340 全国的青年停举记录是由李大银保持的204 世界纪录是吕小军的207 现在场上的重量是186 에서도没有表现总成绩的4达 white 这把翻转起来 但是没有送到位 赵飞的两把长 是186公斤都没有成功 现在杠铃的重量来到了190 来自浙江的陆星宇 陆星宇的三把抓举 只成了开把的156 抓举是排在了第12位 停举190 停举190 路星宇开马成功 等待是挺煎熬的 一直在等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 所以让陆星宇举着这个杠铃站了很久 来自广东的邓华 2000年4月1号出生 抓举161排在第5位 抓举比得不错 加油 加油 开码190没有送上去 邓华感觉自己的手腕有点不太舒服 全会的预赛邓华的停举成绩是191 2020年的全景赛是193 今天开码190没有成功 并且感觉这开码送的高度差了很多 先来看向飞扬 向飞扬的抓局比赛没有比好 160的成绩只能排在抓局的第七位 其实向飞扬的上颂包括他在抓局比赛当中带到位之后的支撑动作都是非常漂亮的 今天的抓局比赛向飞扬的两把都非常遗憾 带过了 所以向飞扬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 今天的这场决赛稍显遗憾 看看他能不能通过停举比赛给拽回来 本土选手路德林赢得了全场最多的呐喊声 停举比赛开码190公斤 他的抓局是173排在第一位 领先第二位李大银6公斤 翻站非常轻松 到位了 不要着急 今天路德林这场比赛打得相当兴奋 路德林的这一把得到了两盏红灯 一盏白灯 我们等会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这把被判罚了失败 路德林的第一把表可惜 190没有成功 来看来自崇敬的选手张飞 这个开码怎么样 张飞的接铃没有接住 其中运动员在停举比赛当中 接铃的时候要身体主动去接铃 江宾 抓局排第三 163公斤 今天停举比赛 报名的开码重量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190公斤 及以上 半挺的选手 江宾开把190公斤 公斤成功 今天江宾的状态也相当不错 也是值得期待的 看看他今天会比出一个怎样的总成绩 预赛的时候他是346排在第9位 但是今天的决赛 他是很有希望去冲击领奖台 邓华的开把190没有成功 第二次试举 抓局排在第4位的选手 来自天津的小将刘焕华 163 由于他的停举 看把重量是全场最高200 所以目前 这个前三名的争夺 看起来是很激烈很激烈的 看起来很激烈的 换扫 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邓华可能觉得自己太遗憾了 在我印象当中 他的第一把也是没有送到位 第一把截入之后 他的右手腕有很明显的不适 但我们看到第二把截入之后 他的整个左肘 也可能有一点点难受 所以邓华的第三把190相当危险 陆德林刚才的第一把 有一些可惜 来看第二把190公斤 第一把的失利 也让他损失了很多的成绩 停举每一把 至少能拉开5公斤 最少 感觉这个小将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并且他肯定是有训练的厚度 所以在今天的决赛场上才会有这么好的表现 他的整个第一把 有一点点趋走 是两边的侧裁判给出了红灯 第二把非常干净也很漂亮 来自重庆的张飞 第二次试举190公斤 路德林已经凭借第二把 停举190 把总成绩带到了363 目前排在第一位 他在第一位 站不起来了 张飞也是没有借到反弹 所以他两次尝试站起来都没有成功 现在邓华跟张飞面临的局面是一样的 这两位选手都是前面两把190公斤没有成功 将面临第三次试局 也是整场比赛的最后一次机会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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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比赛对于来自广东的选手 邓华来讲非常不容易 一个是左手腕 一个是自己的右肘 第三把190公斤 其实邓华也是拼了 用自己的抑制品质 希望把这把190给举起来 但是非常遗憾 邓华在第三把上颂的时候 就支撑他的右肘出现了这个伤势 希望邓华能够早日康复 对 为邓华的这场决赛的拼搏精神 全场的观众也为他献上了掌声 祝福邓华 接下来将登场的是来自四川的罗重阳 他的开把重量是191公斤 罗重阳的抓举160 排名第九 停举个人最好成绩 200公斤 在2020年的全国举重锦标赛 他是以200公斤的停举成绩 获得了停举的第二名 第一名是吕晓军 罗重阳开把191接铃翻站没有起来 接下来罗重阳将面临连续视角 由于今天的这场停举比赛 目前来看失误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感觉现在在场上比赛的运动员 比赛比的还是比较紧张 路德林的第三把加到了193 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后场区也在后场准备 罗重阳的这把191举完之后 将是来自重庆的选手张飞的第三把191 所以现在的这三位选手正在后场区准备 罗重阳的教练一直在反复提醒他 技术的动作技术的要领 这是一位停举的好手 希望在今天全运会决赛的赛场上 能够把自己的停举所有的能量都爆发出来 第二把191 站起来了 看看上送 哎呀 右脚没有支撑住 这把送到位之后 在收腿的时候 右脚感觉稍微晚了一下 没有支撑住 罗重阳的 一把比一把 接近成功 第三把就要考验他的体能了 右腿确实是没有支撑住 在最后收腿的时候 先来看张飞 一百九十一 现在成为了在场选手的一个难关 目前还没有人 能够举起这个重量 站起来的 站起来了 哎呀没有调整好 张飞这把也是着急 可能体能也出现了下滑 所以翻战起来之后没有太多的调整时间 张飞着急上送 这把高度差的很多 很遗憾 张飞 也已经结束了他今天的比赛 最终砸锅了 这是第三位砸锅的选手 压力之下的罗重阳 第三把一百九十一 能否成功 他跟其他选手不一样 因为他的停举的能力比较强 所以只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做好技术的细节 这把一百九十一 就有机会 对拼了 没有借到反弹 很遗憾 很遗憾 罗重阳三把一百九十一 都没有成功 罗重阳在今天全会的决赛赛场上 确实是留下了遗憾 但是欲练英雄制 虚名胜负多 这段时间我们砸锅的选手 对于他们来讲 也是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 路德林 将非三次进行试试 来 现在我们要为路德林加油 路德林 他的这场全会的决赛最后一把一百九十三公斤 路德林 路德林今天的抓取三把全部成功 抓取的第一名 停举 开马稍显遗憾 一百九 失利 最后一把 一百九十三公斤 有了 路德林 第三把一百九十三公斤成功 其实在未来 小将也是需要去加强自己的停举的个人能力 因为今天一百九十公斤作为开马 再加上他的牵号比较靠前 所以 整场比赛 这个路德林 出场的比较早 开马一百九没有成功之后 他最终的停举成绩是一百九十三 目前 他只能去看其他选手的表现 不过路德林 今天也战胜了自己 以三百六十六公斤的总成绩 目前是排在了第一位 接下来将要登场的是来自广西的班定康 他的开马重量是一百九十四公斤 路德林的这个动作确实比较有争议 就是我们 三位裁判之后的仲裁 做出了自己的判法 把路德林的第三把一百九十三公斤 改判为失败 路德林 其实他自己也比较苦恼 今天的停举三把 其实都举起来了 但是开马的一百九跟最后一把一百九十三 都被判为了失败 那路德林现在总成绩是三百六十三 还是战略第一 他能否站上领奖台 要看其他选手的表现 这把起来总成绩三百五十二 杠零没有送到位 这场八十一公斤级的决赛 比到现在这个阶段 其实有很多的紧张的因素 都给到了我们的运动员 现在需要他们自己去 调整自己的心态 看看如何去面对和化解 目前停举比赛已经过半了 只成功了八把 唐剑的开马一百九十四 他的抓取成绩是一百六 来来来 杰雁 哦 有了 唐剑的停举 预赛成绩是一百九十八 哦 没有大碍啊 唐剑没有大碍 可能这把重量有点大 所以他举完之后 有点腿软 唐剑一百九十四 开把成功 班定康看把一百九十四 没有成功 第二次试举 预赛是一百九 二零二零年的全景赛 挺一百八杂锅了 哦 哇 班定康 他抓取158 是排第11位 所以他停局比赛 也是拼了 想去拼一个前八 刚才差点 其实已经崴到了 自己的右脚 就要看严不严重 现在我们选手压力都比较大 所以技术 这个肌肉都比较紧张 这是李大银 李大银今天的停举 开把是198 由于今天抓取开场 李大银比的并不是很顺利 所以抓取比赛结束之后 到他停举开把之前的这段时间 对于李大银来讲 都非常的宝贵 班定康的第三把 加到了195 所以为自己赢取了一些 调整的时间 来自浙江的小将陆星宇 第二把195登场 都必须地判着 一招 不能决定 赢 快点点 陆星宇休息的时间也比较长 他的开把190成功之后 195 接0没有接住 现在全场的停局比赛 只成功了9把 班定康最后一把195 也比较悬 希望他能够加油 这是一位来自广西的选手 也是一位小将 99年出生的 这场比赛普遍年龄比较小 翻战没有问题 很遗憾 班定康的195没有送到位 也惜别了今天全运会的决赛场 他成为了今天第五位砸锅的选手 现在停局比赛还有 李大银跟刘焕华没有登场 刘焕华把开把重量从200降到了197 李大银跟着也降到了197 因为李大银的牵号在刘焕华之前 所以李大银将会率先登场 这是陆星宇的最后一把195 陆星宇感觉跟195差距还是很大的 星宇今天是六把成功了两把 抓举跟停举的开把都成了 总成绩是346 也完成了今天的比赛 346是排在第五位 接下来将要登场的是来自重庆的李大银 他的开把重量是197公斤 李大银停举 此前停出来的最好成绩是206 当时在2019年的时候 大银的状态相当好 比较可惜在2020年经历了伤病 朱大银开把成功 打开 17 李大银的接铃没有接住 现场的这种紧张的氛围和情绪一直在传递 这是最后一位还没有登场的选手 来自天津的刘焕华 他的开把重量也是从200降到了197 刘焕华如果这把能够起来的话 将上他抓取163的成绩 将会是360 360将落后路德林3公斤 所以他如果要超过路德林的363的话 停举要到201 迎订阅 2 1 2 C 3 有了 三盏白灯 刘焕华开把197成功 现在总成绩360 上升到了第二位 刘焕华在平时专项课的时候 他的停举成绩是200 就是他训练的时候的最好成绩 他的第二把肯定要去尝试201的 如果第二把不尝试也是在第三把 没错刘焕华的第二把加到了201 先看大银的这把197 第一把稍微有一些着急 这把成功364 反超路德林来到第一 没有问题 调整好再送 漂亮 李大银第二把197公斤成功 现在总成绩364 反超路德林来到第一位 大银是一位半挺的选手 他的技术动作观赏性十足 他也是中国举重队 在这个级别当中的后备力量 来看江宾 江宾第二把加了8公斤 这把举起来 总成绩来到361 361 反超刘焕华 来到第三 现在江宾是第五 江宾也得拼啊 198是江宾此前在比赛当中 从198是江宾此前在比赛当中 从198是江宾此前在比赛当中 从来没有挺出来的成绩 所以我们讲江宾如果想要站上领奖台 现在只能放手一搏去拼 可惜第二把198 没有搏上 但他还有一把的机会 现在全场除了江宾的198之外 其他选手的重量都是要到了200级以上 来自湖北的向飞扬第二把加到了200 李大营的第三把要到了202 唐剑的第二把是202 刘焕华第二把是201 目前的总成绩 李大营是排在第一 路德林第二 刘焕华第三 江宾在第二把198 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 第三把加到了205 他也是为了迫使其他选手率先登场 先来看向飞扬的200 刚才也是江宾的一个战术 205江宾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但是他的第三把还是可以修改 向飞扬这把200起来之后将是360 360也只能排在第四 刘焕华的360现在是第三 所以他这把起来 总成绩也只能到第四 预赛的时候停举200没有问题 这可是200公斤 这200公斤没有借助到反弹 向飞扬就根本站不起来了 向飞扬就根本站不起来了 200公斤啊 刚才在走台阶的时候 因为被这个重量压在胸口上 很难受 所以向飞扬感觉也有点 没有站稳 有点晕啊 这是刘焕华 刘焕华201已经在后场了 向飞扬的第三把200结束之后 将是刘焕华的201 201起来之后 364的总成绩反超来到第二 但是要落后李大银 现在后场区 有向飞扬 有刘焕华 还有李大银 刘焕华 不是刘焕华 因为刘焕也修改了他第二把的重量 所以现在重量一直在变 刘焕的第二把201要先上 刘焕的先号在前 虽然都是第二把 向飞扬第三把是加到了201 他不希望自己那么早的出场 因为刚才的第二把消耗也很大 刘焕第二把201开把194成功 刘焕这把起来之后 总成绩将反超刘焕华 来到第三位 所以现在还有五位选手 没有结束比赛 这五位选手的每一把 都是关乎到排名 并且是前三的排名 唐焕正在冲击领奖台 201没有送到位 这场比赛最后的这几把 还是很精彩的 先是刘焕华 这把201 这是刘焕华的第二把 这把201结束之后 将是最后的五把 五位选手各自有最后一把的机会 先看刘焕华的第二把201 这把成功 反超路德林 来到第二位 他还有最后一把去冲击 李大银 先做好眼前的这把201 这个杠铃压在刘焕华的胸口 导致他有点缺氧 所以他没有选择上送 刘焕华的201失败 目前他的总成绩是360排在第三 那接下来向飞扬 向飞扬 唐健 刘焕华 李大银 江斌 将会陆续出场 全场比赛最后的五把 这五位选手各自有一把的机会 最后这五把 决出前三名 决出胜负 向飞扬201 比他的开把190 加了11公斤 这把举起来361的总成绩 将排在第三 挤掉刘焕华 201 在第二把200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 201难度更大 向飞扬 向飞扬率先完成了今天的比赛 退出了领奖台的争夺 他最终的总成绩是350公斤 还在第六位 向飞扬今天最遗憾的是他的抓取 停止向飞扬 也有200的水平 但今天的赛场上也没有表现出来 唐健 第三把201 他这把比向飞扬 希望更大一点 因为第二把的201翻战没有问题 上送的高度欠缺一点 但难度依然很大 唐健也是在拼刘焕华 现在在这个后场 比较紧张的是刘焕华 其实唐健再稳一稳就好了 翻战起来之后 稳一稳 就抹足了这股劲去送这把201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点希望的 唐健完成了今天的比赛354 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 所以他是排在第四位 刘焕华最后一把201 他的平时训练的专项课停举能到200 所以201也是很有希望 刚才的第二把翻战起来之后 被杠链压得有点缺氧 所以没有选择上送 他这把起来之后 也没有办法反超李大银 但是他这把起来 总成绩将来到第二 确保自己能够站上领奖台 哇 有了 201 这是我们全场最年轻的一位小将 第三把201成功 就是靠自己就站上了领奖台 因为如果他这把起不来的话 其实江宾还有最后一把 不过现在仲裁正在合议 刘焕华的这一把 刘焕华的最后一把被改判为失败了 今天的仲裁也是非常的严格 现在刘焕华是三百六 是排在第三 排在第一的是李大银 排在第二的是陆德林 全场还有两把 江宾最后一把二百零二 李大银最后一把二百零二 刚才刘焕华是稍微有一些屈肘 所以遭到了判罚 看李大银的二百零二公斤 李大银的二百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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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值得期待202 大银的腰部力量没有顶住 这把其实也是没有送到位 李大银最终是总成绩364 结束了今天的比赛 目前是排在第一位 但是大银依然是不能松口气 不过江斌的这把202 他的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第二把的198就感觉很吃力 所以202对于他来讲 也是全力的去拼 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博上 如果这把起来的话 总成绩将在最后时刻反超李大银 江斌登顶 但如果这把没有成功 江斌的总成绩定格在第五位 全场比赛的最后一把 202公斤 悬念十足 由于重量过大 所以江斌没有接住零 那今天全场比赛结束 男子81公斤级 一位新的全运会冠军 他是来自重庆的李大银 最终李大银是以364公斤的总成绩 获得了冠军 大银今天的比赛六把 只成功了两把 所以邵国强指导 估计对于小将的表现 也不是特别满意 但是大银能够从伤病当中恢复出来 站上全运会的最高领奖台 也实属不易 获得第二名的是 来自陕西的本土选手陆德林 第三名是刘焕华 好 各位观众 这场比赛的直播就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